你不幫忙就當作用 很多人覺得撿紙皮是低下工作 自己想通了就不用理他們的人 我又不是偷又不是想問他們 好像有膠袋,我就要拿出來 他說撿紙皮也要有職業操守 我垃圾分開,紙皮分開了 我又不會淋水 不是需要同情 他說需要的是工作空間 我不覺得表情很可憐 怎麼這麼可憐? 想讓人體諒 不要經常衝鋒你一夜 讓你在這裡生存 政府幫幫我們 規劃一個小小的地方給我們 不要經常像更慘的小販走鬼 他去分享會講實方者的處境 還為同行到立法會爭取權利 我不是撿垃圾,我是撿紙皮 我們撿紙皮也有自己撿紙皮的專業 我現在開工沒有車,所以又要來購買 這隻是四百元,那輪胎比較耐益 比較耐益? 比較耐益 比較耐益 66歲的黃月嫻黃姐 在上水撿紙皮已經有四年 一個多月前,他因病進了醫院 之前用來賺食的工具 全部給食環署充公 這日是他大病初遇之後 第一天回來撿紙皮 老闆買一條單車鎖 剛才買了鎖鎖,買了那雙手蜜 買了那把刀,買了一輛車 這些最重要的 工具買齊了 他就開始到處看看有沒有紙皮撿 你要不要嗎? 不要,謝謝 不用 他說每個實方者都有自己的地頭 所以即使看到店頭門口有紙皮 都未必可以撿 他休養了一段時間 撿開的地方都被其他人霸佔了 現在唯有撿一些沒人要的紙皮 他撿好,我爛爛一聲 你要不要,他不要,你拿去吧 過去四年,黃姐都是天天開工 年中無休 他退休之前在公立醫院做病房助理 是退休公務員 但是每個月的退休金只得三千元 他想靠自己,沒有申請其他援助 紙皮就是他重要的收入來源 當然了,現在只要退休三千多元 哪裡足夠? 如果像伊倫一樣 天天去茶彈丹吃飯就不行了 茶彈丹最便宜的也要58元一個菜 就要幫忙,幫忙補一下 起碼你吃也會鬆動一點 不用,不斷計劃 收集好紙皮 黃姐就會推到這裡慢慢整理 做好分類 好像有膠袋 現在不收了 如果他的盒子裡有,我便要把它拿出來 他說製紙皮另一個好處是環保 不想有用的廢紙去阻塗田區 所以他堅決不會為了重稱一點 賺多點錢而淋水落紙皮 那些紙皮就濕了,發霉,霧霉,又有菌 是做不到,不可以再做紙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那我去拿水又辛苦了 這樣抬頭,這樣淋水 做多兩道功夫 我不如去收拾多幾個 黃姐現在獨居 她的丈夫早年吸毒又賭錢 不但沒有養家 還偷走了黃姐儲蓄的錢 所以黃姐沒有積蓄 她有一兒一女 但大兒子誤入歧途 小女兒亦很多年沒有聯絡 任何一個父母 都想自己的子女養自己 好像我女兒還沒結婚 我知道她養三隻貓,一隻狗 那些寵物,一隻的伙食比我多 看到人家都牽著父母去喝茶 就算是沒有了 今天天氣很熱,喝點水吧 謝謝 謝謝 黃姐說,撿紙皮 認識了很多關心她的街坊 令她沒那麼孤獨 久不久也有中學生 來問問我們這些實方者 有些早上班 早上都叫你下班 來拿回單車 吃飯了嗎?姐姐 我說你下班了嗎?是呀… 這樣就開心一點 你好…你又剪了頭髮也不認得 Roy是傳導人 在街上認識黃姐 這四年來不時來探望她 這天她就來陪黃姐賣紙皮 之後一起去吃晚飯 全面夠夠嗎? 有車來,阿姨 可以了 先弄著 我怕她會避免我 你真是… 我覺得她是很有職業操守的實方者 有些封骨,有些堅持 她很開始已經知道 紙皮濕了水 其實會破壞纖維,不能回收 但我心想,每個人都是這樣做的 你不這樣做,你就賺少一點 她說別人回收就不能回收 這樣是不好的 麻煩你,小老婆 那今天收穫怎樣? 收一元真的從來沒試過 最少…那次也… 不知17元還是13元 最近的廢紙回收價 大概是每公斤八毫至一元 這天黃姐下午三點才開始撿紙皮 加上是病後復工 收穫是她歷來最差的一次 她說以前一車大概賣到三十多元 如果一天到晚手腳不停的話 可以賣到兩至三輪車 加起來一天有七十至一百元 我賣了給她年紀 都是三十多元,很開心 試過一次五十元 中秋節,五十元 我賣了一整年都沒試過賣五十元 開心到死 辛辛苦苦,賣完紙皮 有時候黃姐都會對自己好一點 我喜歡喝咖啡 尤其是Tini的冷的咖啡 三十、二元一杯 賣完紙皮回來,又曬又要吃 婆婆又要買一杯 那些熟客經常笑我 姐姐,你剛才的車子皮 賣了多少錢,賣了二十八元 你這杯咖啡多少錢?三十一元 她說,收拾了一整天這麼辛苦 喝一杯咖啡就沒了 我說沒辦法,誰叫我喜歡喝什麼 好像黃姐這些十方老人 幾乎各區都可以看到 關注十方者的組織十平台 今年三月,訪問了大約五百位十方者 調查發現,十方者的平均月入 是七百一十六元 當中八成受訪者年過六十 大約九成人是因為經濟動機而撿紙皮 但只有百分之八的人有拿中緩 十平台指 不少十方者都想自食其力 調查發現,有大約一乘七人 試過被食環署驅趕 亦有近一乘六的十方者說 曾經受到市民不禮貌對待 今天我們的嘉賓王姐 黃月嫻女士,我們也叫她做王姐 這晚,黃月嫻沒有撿紙皮 從上水到旺角 出席一個有關環保回收課堂 做分享嘉賓 你們看到,走過看到你們撿紙皮 好像很容易的 撿了紙盒,砌上去便可以 我自己初初撿的時候 看到別人撿,割了就放進去便可以 不是的,原來真的很多功夫 這些整個,你是不是要割? 我之前不知就以為,好像很普通 這樣濕就可以了 原來很多事情要顧忌等等 那開始會明白了一點 在我這幾年的經驗裡 遇到很多人,真的看不起我們 當我們好像國雞老鼠 好像撿,即是說你撿垃圾而已 我撿垃圾不是人,撿垃圾都是職業 況且我不是撿垃圾,我是撿紙皮 你看我,我垃圾又分開 紙皮都分開了,我又不會淋水 如果你覺得我多撿垃圾,你便出聲 除了分享自己撿紙皮的經歷 希望改變市民對拾荒者的看法 廣姐還試過以拾荒者的身份 到立法會出席公廷會 希望為同業發聲,爭取友善對待的政策 每天我最少都18小時 但經常都被食環處趕 連我的私人財物都收拾 我希望政府可以幫助我們 規劃一個小小的地方 不要整天好像更慘的小販走鬼一樣 現在政府部門一般是 擺放在街上的回收物料是垃圾 而實況行為是阻塞行人通道 當食環處執法人員收到投訴 發出警告和貼出告示後 便會執法清場 幾天前,一個食環處被食環處票控 在公眾地方棄置垃圾 而去年,食環處接到有關食環處 阻街的投訴有124宗 發出移走障礙物通知書數目 就有84張 有意見認為 如果社會接納食環是正常的經濟活動 便應該訂立適當的政策 讓實況者可以擁有工作的空間 避免他們整理回收物時 阻礙其他人 其實我想最初步就是 要先認同實況者的角色 否則甚麼都做不到 例如在執法指引中 其實我們可以成為一個協調者 去幫他們處理一些特別極度的個案 可以跟食環有一個好的溝通 因為如果只有實況者 或者食環這兩個角色 就一定會有很多張力 實況者每天承擔了多少紙皮回收量 沒有了他們,原來會廢紙為成 下一節再看 我昨晚太累了 累了也不想動,就發怨題 不理會她了,先睡覺吧 打算四點鐘下來才走 現在一閘醒就五點半了 67歲的歐鳳蘭蘭姐 在葵方撿紙皮已經有二十年 蘭姐年輕的時候,做過工廠女工 船務快遞員,洗碗 試過一天打三份工 四十多歲開始,閒時撿紙皮 五十歲被公司裁員,就全時間撿 她這麼努力工作 就是為了供樓和養大三個子女 現在她有自己的物業,也有積蓄 理論上生活不成問題 但是蘭姐說 不想動用留作養老的積蓄 又覺得自己還可以工作 一直不願意放棄撿紙皮 有時候,人家說 你會否影響你兒子,別說我 我心想影響我的兒子 我又不是在我兒子什麼 她覺得影響沒有人叫我媽媽,是嗎 怎麼會很影響 這天早上還未到六點 她已經在這裡開工 趕著在街坊上班上學之前 清理好這裡的垃圾和分類回收 要撿回好好的檔案 就不想人家弄得街道這麼亂 人家指指點點,又是垃圾等等 其實我不是很想,就知道 她掉了出來,難道你不撿嗎 你不幫忙清理垃圾 所以要很趕 到這裡變得很亂 吃完出來,一尾掃牆一尾掃牆 有型的,又要拉車,又要鎖車 用了45分鐘收拾好這車的紙皮 清理了部分垃圾 蘭姐就趕著把紙皮推去回收 三個字去,三個字回來 大約七個字左右 好,你不敢過嗎? 你半小時也過不了 車是不讓你的 你見到車子有沒有讓你的? 他們罵你,在這裡過馬路 你不過就沒得過 行人路又罵你 行人路的人人又罵你 這麼大的車子,阻礙我走 其實那裡有多少紙皮? 151斤,扣車30斤 121斤,賣121元 算是多了,有時候只有幾十斤 蘭仔賣完第一鑽紙皮之後 是七點半 之後他又要趕著幫忙 清理附近店舖扔出來的發泡膠箱 要不然就會阻礙街坊上班上學 又會被人投訴 你看,多少發泡膠都阻礙了 待會兒吃完豬肉,又會刺激 還要掃腸 現在味道的腸很亂,知道嗎? 蘭仔在這區可以說是十方大戶 而在這個這麼小的區域 已經形成了一條廢物回收鏈 附近的菜檔、生果檔、豬肉檔、魚檔 會把不要的東西通通丟到這個位置 檔口請了專收垃圾的人清走垃圾 而蘭仔就會在垃圾當中做分類 將可以回收的物品 包括紙皮、發泡膠箱賣去回收箱 賺到的錢就歸蘭仔所有 但是這個生態就令到附近街坊不滿 其實你現在看到的痕跡都看到了 你想像一下,就是垃圾會堆到這個位置 想像一下這裡這麼大堆的垃圾 對這裡的居民來說 影響是可以有多重要的 吳劍昇是這區的區議員 這天他來到蘭仔做事的地方 視察垃圾堆積的問題 這裡的受方者其實數目不少 他們都有各個地盤 每一個地方其實 那些商店也很自然地 就會將一些他們不要的東西 就會放置在那裡 但是放置這個過程 和受方者他們中間處理的方法 都會令到這裡的環境變得相當惡劣 他說幾乎每天都收到街坊的投訴 眼睛問題越來越嚴重 有時都只能要求食環署執法 不只收紙皮, 還會清理垃圾 但是過程需要時間 他最希望就是可以有空間給他處理 有清不清, 你看我今天也做了這麼久 什麼清一切? 有時候想讓人體諒 不要整天收拾這些東西 對, 經常說充公你一夜 讓你不要在這裡生存 經常說你走到其他地方 你先去哪裡走, 叫他走到公園 公園給門讓你走 香港大部分屋苑、商場 公園以至辦公室都會有回收箱 直接收費紙 但是舊區仍然依賴十方者幫忙收集 和整理被棄置的回收物 有回收業界人士形容 他們跟十方者是純齒相依的關係 如果沒有了十方者 很多小型回收箱都會做不住 只說前線的街角店 其實有七、八成都是靠十方者去收集 如果完全沒有清潔工人 沒有公公婆婆沒有十方者 你開店下去, 你就自己去收集 前面一環扣一環 整個回收鏈才可以順暢 去年九月, 本地回收箱罷收廢紙 十方者沒有開工 結果廢紙囤積街頭 罷收行動本來為期一星期 但是到了第三天, 情況失控 回收箱才恢復回收廢紙 如果這件事不發生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辦法憑我們的想像 去知道十方者的貢獻是多少 但是當廢紙圍城出現的時候 其實我想整個社會 亦都包括了食環署政府 其實他們才如夢錯省 原來我們的市區沒有了十方者的時候 其實原來整個城市是會 突然間是搞不定 政府都找了很多承辦商 或者是再去加班 甚至乎加一些回收車去清 但是其實還是無法處理 一年三月關注十方者組織 十平台進行調查 推算十方者每天處理 接近200噸廢紙 合共承擔了全港 至少兩成紙皮的回收量 組織認為社會應該要認同 十方者的貢獻 推行友善政策 同業界制定指引 保障十方者的安全和權益 和讓他們擁有工作的空間 我們希望嘗試 聯同區議員和這裡附近的業主 談談在這個空間 可以怎樣做一個更加好的 更加完善的資源回收中心 令大家都可以仍然存在在這裡 在這裡生活已經二十年 蘭仔說靠自己一雙手撿紙皮 付出努力, 賺取金錢 跟一般職業沒有分別 而回收費子也對社區有貢獻 但就經常被人稱為垃圾婆 嫌她髒 她說很想得到基本的尊重 初初我都覺得很囂張 現在聽習慣了 我又不是偷, 又不是搶 我就不理他們 你說是不是? 對, 我不是從你的淵包畫出來的 我一毛錢一毛錢的草丸 撿了四年紙皮的黃月嫻、黃姐 又再準備開工 她說不少人看不起撿紙皮的人 但身邊也有朋友讓她知道 撿紙皮也可以有尊嚴 有時候我跟她們說 我撿紙皮了 你也跟我做朋友 她說撿紙皮就是撿紙皮 我們都當你是朋友 你不要看不起自己, 知道嗎 那就開心一點 認識了很多階層的人 有些真的對我很好 又不會看不起我 有些真的撿紙皮的專家理 這樣 希望我們接受我們 禮貌一點對我們 不要當我們過街老鼠 覺得我們神真鬼 你們撿垃圾而已 待會又說妨礙了 妨礙了一條街